今天要做的是酸菜肉末 泰式炒盒粉 酸菜基本上只要跟肉就很搭 用我們的酸菜跟肉末來結合 然後跟泰式炒盒粉在一起應該是蠻有趣的 好奇妙 難以想像什麼味道 我讓它有肉味有酸味然後再跟帕太做結合 還蠻搭的耶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這個好物推薦就是我們的酸菜 叫做小瓦鋼酸菜 這個酸菜在我們商城已經賣了一段時間了 也是非常好的商品也是回顧率很高的商品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是這個酸菜肉末泰式炒盒粉 酸菜肉末是我非常喜歡吃的 搭配 不管是麵或者是飯或者是泡飯我都很愛 所以我就在想說如果用我們的酸菜跟肉末來結合 然後跟泰式炒盒粉在一起應該是蠻有趣的 一開始我們先把該備的要先把它備一備 我們的這個酸菜很有趣啊 你要知道一個商品從無到有啊 最難的地方在什麼地方 最難的呀 最難的在挑選的過程吧 我覺得 挑選過程當然是難 但是起碼你有個方向 對不對 從無到有就是發想這件事情最難 你看商品成千上萬甚至上億都有 就是說從零到一的過程是最難的 所以當你遇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產品的團隊就想說好 最快的方式是什麼方式你知道 最快的方式是去逛市場 對 所以他們去逛了什麼 逛了一個最大的這個糖酒的這個商品交易會 它就有點像是食品展 博覽會似的 對 你不要認為說今天你要做什麼商品 你說好那我們上網就好了吧 對不對 可是你上網你也真的是搞不清楚 所以說當他們去逛的時候 廟了他整個餐整個三千多家 他這三千多家我們只有三個人去 而且他展覽只有三天 你覺得逛得完嗎 說實在的 你要了解他的整個品性 了解他的背後製作 了解他的生產周期這些東西 三天有點短 你要了解這些東西的話 我告訴你 那個不要說三天 三年你弄完 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怎麼樣 他們去做這個商品 就選品的時候 他們怎麼樣 打散 他有三千多家 分三天 三個人分開逛 一人包一百家 等於是一千家 一人包一人要消滅一千 三天一千家 一個人一千家 就打散去逛 他們從早上的九點一直逛逛逛 沒有停喔 中間可能只是吃個東西而已 一直逛一直逛 然後就在逛著逛著逛到什麼 逛到這個我們在賣酸菜的這個 這一戶已經差不多快打烊了 因為已經五點多了 而且最後一天了 坐下來跟他聊了半個鐘頭 聊完之後呢 所以他就把這個商品 帶回辦公室給大家試 就一試 就決定說好 我們來賣這個東西 可是酸菜有這麼多 為什麼這個酸菜就是那麼的 我跟你說 其實 充其量最簡單的 不過是兩件事情 第一個最重要是它好吃 對不對 它只是這樣吃好吃 然後第二個是 只要我們這個酸菜 你拿到手 稍微清洗一下 你不用去揉 很多時候在酸菜 在起的時候 你要一直揉 把那個鹹味啊 跟那個不舒服的酸味拉掉 但是不用 你稍微洗一下 你一吃你就會覺得 它不但是鹹住剛好 而且它很清甜 所以對有一些 就是它可能不能吃太 重鹽的這部分人權來說 這也許是一個福音 也許 酸菜最討厭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死鹹 因為它鹹 你必須要洗它 對不對 你要泡它 你要洗它 你要揉它 你要把那鹹味弄掉 好 鹹味弄掉 剛剛好了 但酸菜會不減 真的 對不對 這麼說 這個酸菜本身的味道 和鹽 或者說它的鹹度 有點就像是 你洗過之後有點 沾底一千四川八百 對 沒錯 你講得好像武俠小說 你要魚與熊掌 你要兼得的情況之下 你就要去找一個 是第一個 它的鹹度要適中 還有另外最大的重點 它要夠乾淨 我們現在雖然是 我跟你講雖然我是老王 賣瓜自賣自誇 可是因為我們沒辦法 我們就是刮好 是這個嗎 你看這個 這拆開就是這個對吧 酸菜白白種 東北酸菜是用大白菜 對不對 我們的廣西的酸菜 玉芥菜 包西玉芥菜 它整株 它就是你看 它一株這樣子 把它切切 它是整形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不是有的酸菜 有的酸菜是切得亂七八糟的 那你沒有辦法去確保它的品質 那以這個 這個不是只有這樣子 它連這邊都可以吃 所以你在選酸菜的時候 當然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選 那至於說 你要酸白菜 或是像德國的這些酸菜 你可以自己去選你喜歡的 但重點就是 你一定要找到的是乾淨的 酸菜又很有趣 全世界 每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酸菜 每個地方都有 德國也有 台灣 貴州也有 你是用橫剖的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酸菜你看 這是薄薄的一片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剛剛的酸菜 比如說是筋的部分 它比較厚實 你看這個兩個的差異性 對不對 這邊比較薄 這邊比較厚 那如果說你今天切 你是直接這樣切 吃到這邊的味道 可能剛剛好 吃到這邊可能會過鹹 過重 那你如果把它片薄 它等於是有沒有 片薄就跟它差不多 喔 像薄 薄正均質 對對對 你在炒的時候 吃的時候你會每一口 都會一樣 都會一致 不會說這一口吃的太鹹 這一口吃的沒什麼味道 在這邊我們把它切 切木樁 為什麼你會覺得酸菜肉末跟 泰式和粉是很大的呢 酸菜基本上只要跟肉 就很搭 那肉末酸菜跟什麼 你告訴我不搭 和粉搭不搭 粉本是沒有味 但是它是 但這兩個主要的味道 比較重的來源 它倆會搭 有 它有沒有酸 有 酸酸 辣 辣 辣 那不是很辣 我知道了 一個 這個是偏甜一點的 酸酸辣辣 這個是偏鹹一點的酸酸辣 所以他們兩個其實可以做一個 但是我為了要補足肉末跟酸菜的辣 我用了什麼 一點點的豆瓣醬 過手豆瓣醬也可以呢 因為它是發酵的 對 它是發酵的 它們三個可以在一起的原因 是因為都是發酵的 這三個是發酵的 對 其實料理或是食材 無國界啦 唯獨就是技法上做一些變化就好了 最簡單的 我把我喜歡的酸菜肉末 然後來跟這個泰式的 就是所謂的炒河粉做結合 這個我很愛 而且妙子是喔 當時是那個 我們的產品經理 我們等商品做完了之後 我們去參加貴州這邊的這個食品展 也把這個酸菜用一模一樣的方式 呈現給這個消費者 就一些當地的媽媽都非常喜歡 所以這有點像從哪出發再回哪去 對 這也是我覺得很棒的地方 像現在很多的網路上面的這個行銷 當然這是一個比較快捷的方式 那但我覺得網路的行銷 它會讓大家在最短的時間 去知道這個嘗試 知道這個資訊 對不對 但如果你要讓這個東西 它長長久久 還是得現下見面啦 口碑 對不對 吃了然後以口傳口 跟大家說這東西好 這是最重要 好蝦子我們乾烙 一般來說以泰式來說 它就直接炒進去 它油稍微弄進去 就從一次炒到尾 但我希望可以稍微分批啦 我們的酸菜是小瓦鋼酸菜 對 難道還有大瓦鋼 有喔有喔 大的跟小的有什麼差別 品質可以比較確保啦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看喔 比如說我在台灣做的酸菜是怎麼樣 它有點油 一般的酸菜是什麼 就是 它是一個很大的鋼 或是槽 它酸菜是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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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上去的 那你鹽巴什麼東西過了之後 它是不是都會沉到下面 對 那上面是不是比較淡 下面比較濃 所以它就不斷的翻 但你那麼多的情況之下 它可能一個大的槽裡面 可能有大概五百多株 你有辦法株株都顧得好嗎 沒有 小瓦鋼就比較好一點 比較好控制品質 但是也是值得的 嗯 來 給我一點鹽 好 接下來 現在 接下來呢 肉末哈 要把肉 肉末把它炒香 對 腥味才不會出來 你要給薑嗎 薑給我給蒜 那我需要糖 跟醬油 蒜菜要把它炒香喔 炒香之後 味道才會被點的 對 蒜頭進來 一點糖 來一點醬油 然後我剛剛說 所以我們放點豆瓣醬 豆瓣醬把它放進來 為什麼要放豆瓣醬 有點辣 有點鹹味 顏色好看 這是把酸菜味道給它揹出來 然後給我湯匙兩隻好不好 我試一下味道 那你如果說要把酸菜肉末的味道 要跟我們剛待會兒的帕菜結合 你一定要有一個串連的東西 就是魚露 為什麼是魚露呢 因為這個有魚露 那個有魚露加起來就不會怪 那原鍋一樣來點油 可以把菜放進來 河粉進來 豆芽菜也進來 好 湯少拿一點水 要多 這個時候是要把這個河粉炒軟炒透 好 泰式辣醬進來 泰式味道來了 好 河粉軟了有沒有 現在就是要讓味道融合在一起 魚露進來 一會兒我們做的這個酸菜肉末醬 嗯 是要把它蓋在上面 還是在一起 我直接把它淋上去 你也可以一起炒 那我把它蓋上去 好奇妙 難以想像什麼味道 是嗎 嗯 就肉末河粉我能想像 它也是河粉粉 倆混在一起 不知道啥味道 試一下味道 看夠不夠 不夠來加魚露 來加魚露 好了 好香喔 嗯 它最主要是讓它去呈現一個 不同文化的交流 酸菜肉末醬來囉 來一點點油脂 讓它的亮度比較好用 胡椒粉 我沒有把它全部拌在一起的原因是 你可以在這盤裡面吃到太多 雙拼封味 當你吃到第二口的時候 你再把這些東西再拌勻之後 你就可以吃到另外不同的味道 好 來試試看 先吃一個 原味的對吧 長得那麼開心 沒有講的 沒有忘記了 原味河粉 嗯 有沒有覺得有少味道 我覺得少了一點肉味 不是肉味 那如果是海鮮 可能就沒有肉啊 少了什麼味道 酸 辣 因為炒 拌菜的話 是有再酸 要擠檸檬汁進去 那你如果把酸菜拌进去 它会代替那个味道吗 酸菜肉末 那个酸是不是就进来 对不对 你可以肉末跟它一起吃 你夹这一口 对 有酸菜进来 它的酸就被酸菜拌进来了 酸菜的酸跟柠檬的酸 它最大的差异性是 酸菜的酸是比较温和 但是持久的 柠檬的酸是快速的 爆酸然后比较短暂 所以这个你可以去做一些调整 这是为什么 我让它有肉味有酸味 然后再跟帕太做结合 还蛮搭的 没想到 我们厨房的酸菜 咸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不是那么死咸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 要把盐巴去掉的同时 酸菜味道也被拉掉了 我们也不用怎么洗 对 而且最主要是 我们有去看过这个厂 它是真的非常干净 让我们自己的产品也觉得 我们鱼有容缘是 这样子的东西 如果我们有去看那个展 没有碰到那个老板 我们也不会找到这么棒的产品 好 试试看 五行啦 白色就是润肺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 白白白白白 白色润肺 但我们的做法会有很像西式的做法 跟中式的做法做结合 又可以吃到鸡肉 又可以吃到山药 又可以喝到汤 今天我只是想把洋葱的味道点出来 它是白色 所以我把它留下都是白色 所以养肺是好的 好甜喔 好甜 我们以食材上面做比较均衡的补法 秋天让自己舒服一点 冬天要补我们再来补 好不好 好 我们今天做的是山药牛奶鸡汤 最主要是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的铁棍山药 但我们的做法会有很像西式的做法 跟中式的做法做结合 因为秋天到了 我们要养肺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 白白白白 白色润肺 对 白色润肺 那我们先来炒洋葱 我们会做的有点像洋葱汤的感觉 秋天 你都吃些什么 秋天的话 我会想吃银耳汤 这也很好 会觉得 就是因为秋天容易燥 人容易燥 为什么秋天容易燥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耶 但是就是容易燥 为什么 一般来说的话 夏天跟这个春天的时候 风是由南往北吹 到了秋天 尤其偏冬天的时候 开始风是东北季风 是由北往南吹 西伯利亚的寒风 所以你会说冷的时候会这样 所以有所谓的东北季风 那东北季风呢 你看我们如果由南往北吹 经过海洋到了陆地之后 它的空气中就比较没有那么干燥 因为它会有海洋的湿气 那如果到了冬天的时候 由北向南的时候 那就比较干燥 那秋天刚好是在交替的时候 以正常来说 我们的呼吸道 你是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那这我非常有感的原因 是因为我的母亲那时候 是因为肺有一些问题 所以当在这个夏秋 或者秋冬在换季的时候 对他们来说是一大考验 我们甚至到后期 我母亲要走之前的前一年 我们都还有在聊 就是医生说如果今年 他有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 就是他的秋跟冬有办法过去 所以其实秋冬季节是对很多 比如说呼吸道 不是特别好的这些人来说 很重要的一个关口 因为很多人他可能那个时候 会呼吸道过敏 对但到了秋天之后 开始进入到冬天 这段时间空气开始干燥了 干燥的时候我们的人的水分 在不知道情况下 就会开始从你的表皮 会开始挥发出去 那所以你要补大量的水 那一旦你没有补大量的水 尤其是病人可能没有办法 喝大量的水的时候 你没有去养他的时候 你会变成什么样 变成你的水分不够 你的水分不够的时候 你的呼吸道的这些黏膜 就产出的不够 那一旦不够的情况之下 外来的细菌就比较容易进去 所以这个是补水很重要 尤其是在秋天冬天的时候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 多喝水 天气干燥 你的身上的水分是在挥发掉 所以有很多人他秋冬的时候会喝梨汤 像北京的话秋冬的时候 就会喝小调梨汤来润灶 因为北京的话 有秋冬季节特别干燥的一个状况 因此就要喝这个东西来润自己的嗓子 润自己的嗓子 而且很明显哦 五行啦 白色就是润肺嘛 其实人的器官都重要 但以呼吸道来说 在秋天的时候是比较容易有不同的地方 空气的干燥对肺是最有关心的 所以在秋天我们就多养养肺 对 好不好 嗯 铁棍山药现在切一切好了 铁棍山药 对 好像比一般山药要营养再丰富点 呃 它因为增长的时间很长 在那种乳土里面长出来 什么叫乳土 就是你知道那种粗糙的地方 然后它所以长出来 因为它很紧实 所以它长的时候 它会拼命的挣扎 所以它长得很丑 它不是那种土松 呜就出来 但它的生命力很顽强 所以它是这样挣扎的 拧巴的长大 对 而且重点是它挣扎归挣扎 当你这个山药种了 你收成之后 那个山药田是五年没办法种山药 所以它要修 讲是讲修根 我们当然讲是讲修根 因为以山药来说是修根 可是在这五年它可以种别的 因为山药 它已经把那一片土地里面的养分 全部抽走了 那你看它养不养 所以它很补 对 铁罐山药一般好像比 普通的山药要细一些 对 然后比较扎实一点 山药很有趣 我们家会常备山药 真的哦 为什么 不知道 就是比如说有时候煮粥的时候 我们还会丢山药进去 煮烫的时候也会丢 反正它就是 它觉得山药很百搭 很好用 哪怕是蒸山药都可以 你们家是养生 挺养生的 非常 家里可能有医生吧 对啊 家里可能有医生 就是有医生 我爸爸那边基本上80%都是医生 真的哦 不是护士就是医生 那为什么你 因为我数学不好 学医一般要数学好 我啊 去采过很多山药 你有讲过 最近遇到一个比较特别的 嗯 那现在的山药有一种养法是怎样 它放在水管里面 水管是上下的 山药没有进去的 它没有地方长 它就会顺着水管长 所以它就圆圆的 然后粗粗长长的 这是我之前知道的山药 我前一阵去一个山药 它是直的长 为什么它能直的长呢 它就是直的长 它很特别 然后你要 你要去拔它 你直的长 你不能挖 那山药这么长 你怎么挖 你怎么挖你猜 它把两边的土刨开 那也弄不起来啊 我跟你说 它好特别 它有水柱 它把山药打出来啊 不是 它就把山药旁边的土 放进去 水就往下面猛着冲 就把那土给冲起来 有点像莲绕 莲绕也是这样冲 冲泥吧 对 它把泥巴冲到 然后抽起来就一根 我只是觉得它很特别啦 对啊 那时候是 我说原来有这样 有这样在种山药 我一直以为是横的 我刚刚说横的种 那比较像日本山药 但是我现在说的这个 值得种这个 它比较偏向淮山 水再滚呢 就把鸡骨往里面丢 反正这个东西 本来是要丢掉的 你可以进去熬汤 待会就比较方便 然后在那边把它切成 我们药的大小 是不是病人 喝鸡汤会比较痒 因为我感觉好像 一般都生病的 有时候给你炖点鸡汤 送过去什么 你不觉得很多人讲说 这生病的时候 感冒不要喝鸡汤 有听说啦 感冒喝鸡神仙难移 应该不会那么难移吧 因为每次感冒 我都会喝鸡汤 我也没有难移啊 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是 发烧不要喝 对 但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每次只要感冒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妈妈都会弄鸡汤 那尤其是我们家里面 有一道菜叫葱鸡汤 是很常拿来 拿来就是感冒的时候 因为冲的流化物 会把这个感冒的寒气会拿掉 逼走 对 但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你要感冒有分 有分风寒跟热感冒 热感冒可能就不适合喝鸡汤 因为鸡汤本来就是比较 偏发一点的对不对 鸡是发物是吗 你没听过鸭是发物吧 鸭不是良性的吗 对啊 但是鸭的话 以中医来说是比较毒容易发 真的吗 对啊 这个每个地方很妙 想法不太一样 对 因为我们在煮这个洋葱汤的时候 我们会把洋葱进来炒 要炒到它的甜度出来 这个甜度出来的时候 鸡再炒一炒之后 汤下来会是很棒的气氛 而且快 那它的做法比较特别是 做的是牛奶洋葱汤 但是我放了山药 对 我还有半根山药 你有个刷在里帮我把它拍点 好 我怎么已经把这么简单的工作 交给你了 怎么会有这事情发生呢 你包着怎么会压得扁呢 在桌面上啦 抹布拿开啦 你那抹布软的怎么会拍得扁 对 可以了吧 可以 不用感现速度跟快捷跟零巧 不用稳重就好 好 这样可以了 可以 好 那这边呢 我们把山药放进来 这是我切的山药片 这个煮的时候会有点像那个土豆 让它煮得有点松软 好 好 接下来把鸡肉放进来 材料很简单 但是 要花的功夫 功夫也不复杂 也没那么复杂 但是比较繁琐 对 因为要花时间 加盐巴来 好 这边用鸡骨汤 鸡骨熬的汤 虽然不是很浓重 但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这边的鸡肉很多 它只是不要浪费那个鸡骨 这是调你最后要的咸度吗 最后还会再 再试一点 还会再试 对 因为它会收眼汁 对吧 鸡汤的味道同时 那个鸡肉还是有咬劲的 不是那种 就是熬到那个鸡汤都已经裁 鸡肉都裁掉了 不好吃的种态 好 我们就在这个小锅里 让它收汁 好甜哦 真的吗 你喝 直接辣 来 直接直接 对不对 很甜对不对 嗯 洋葱的甜味已经被熬出来 然后放到鸡汤里去了 甜到离谱 我的妈 很黏的 这些黏液其实对味都挺好的 对不对 然后牛奶进来 关火 拌一下 牛奶进来就可以关火 嗯 你看 这里都热了 对 秋天 养个肺 吃这个不觉得很过瘾吗 嗯 很舒服 又可以吃到鸡肉 又可以吃到山药 又可以喝到汤 然后山药进来 然后来一点点的胡椒提味 配胡椒粒 嗯 好 这个我们今天做的山药牛奶鸡汤就好了 好 来试试看 把山药拨进去 刚刚最后放进去 它会增加它的粘稠度 而且也会吃到一个 山药脆爽的感觉 因为第一次放进去的山药 它会比较像土豆 嗯 第二次放进去的山药 它的脆爽度会比较好 哦 哇 那个第一次放进去的山药好好吃哦 嗯 它真的很像土豆 嗯 像那个煮化的那个蒜 那个蒜头 也算 但是后面你 你先放进去那个 就有点脆口感 对 它比较脆 洋葱也水甜的 因为洋葱汤的洋葱会炒比较 透 嗯 颜色比较深 它出来会呈现那种咖啡色 那今天我只是想把洋葱的味道点出来 它会是白色 所以我把它留下 都是白色 所以养肺是好的 好甜 甜哦 鲜甜 也没有加糖 就是 就是洋葱的甜味 洋葱跟鸡汤的鸡的甜味 你不觉得 如果秋天 来这么一碗 来这么一碗 我觉得我的肺会很高兴 先不讲你肺会很高兴 你人就先开心 嗯 那当然 你可以去想一想 现在坊间有什么白色的食材 你可以在 运用你的经验 把这些白色的食材把它组合在一起 还可以在这一碗里面 你放点白木的也是 可以放百合 百合也是 百合非常好 莲子米也可以 对很好 薏米也可以 嗯 所以秋天 我们稍微补一下就好了 我们以食材上面 做比较均衡的补法 不要一下冬天 秋天进来 马上类似像冬天的进补方式 我跟你说 一个秋天一个冬天过去 你会胖好几斤 我们就用温补的方式 循序渐渐让身体 秋天让自己舒服一点 冬天要补 我们再来补 好不好